晚年周恩来04,宁都会议的元启一,作者,高文谦,配音,禁书之声。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本来就不慎放心对国际路线有抵触情绪的毛泽东指挥军队,认为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 对周恩来立主由毛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事也很有意见,但苦于找不到撤换毛的理由。 周的这封信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做文章的题目,而且他们也刚好抓住了毛违抗中央不积极执行进攻路线的把柄。 因为朱德,毛泽东在9月26日联名发布了红一方面军关于向北宫做一个时期的训练,而这是与临时中央关于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行动方针的指示殿中关于以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于是,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朱领导人,对9月26日训令提出严厉批评,说,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及危险的布置。 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与此同时,他们又单独向周恩来提出撤缓毛泽东的动议,声言要对一切违背积极进攻路线的消极等待观念进行无情的打击。 这里请特别注意,撤缓毛一事早在宁都会议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之中,而非在会议进行之中才骤然提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事后给中共临时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 关于召回泽东同志问题,是因为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 过去名义上恩来虽负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实际上并不能起领导专一的作用, 显然非有彻底解决办法,是与战争领导极为不利的。 会议前,我们即将召回泽东的意见告诉恩来,他一步表示一定意见, 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行事勤警甚密有余,而敢作敢为的大气不足。 这一性格特点,越是到历史的紧要之处,就越发显露出来。 这次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事情本来由前述周氏的姓儿起,但事到临头,他却又打起退堂鼓来, 患得患失,既想在作战指挥中一显身手, 但有自信不足,既想解决前方指挥作战不能专责的问题, 同时又不想得罪毛泽东,在两难之中犹豫不决, 听任事态的发展,最后终于弄得事情无法收拾。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 史称宁都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以任毕时为首的后方中央局成员, 以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为上方保健, 集中火力批评了毛泽东代表的中共苏区, 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并清算了毛一贯右倾的老账, 提出把毛召回后方, 专做中央政府工作, 前方由周恩来副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 周恩来被架在当中左右为难, 事情闹到这一步是他始料不及的。 起初他只是想借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机会, 解决前方作战指挥的形式不能专责的问题, 即便需要把毛泽东调回后方, 也不必展开这样的党内斗争, 如此大动干戈, 尽管他在会上试图缓和劈毛的火力, 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同时替毛做了不少解释, 但无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撤换毛已成定局, 无可挽回。 不得已之下, 周只好提出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起一, 第一是由他在前方负全责, 毛仍留下来做助理, 二是由毛负责作战指挥, 而由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当然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 在能否执行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问题上, 他们更信任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不过, 他们也看出并体谅周只意挽留毛在前方的用心, 用他们的说法是我们鉴于他领导和指挥战争上缺少自信心, 最后后方同意他副主持全责, 责东仍留前方助理的办法。 应该说, 后方中央局成员对周这种心理的揣测还是基本上准确的。 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回顾自己这一段的心态时也说, 我个人有实验之心, 但又无把握且亦有团结之意。 是实情, 毛泽东可不是逆来顺受之辈, 同时也明白周恩来挽留他的用心, 因此并不买他这点团结之意的账。 相反, 既然不能取得后方中央局的权权信任, 毛就索性甩手不干, 回后方去养病, 也绝不肯委屈求全, 留在前方带罪立功帮周一把。 当然, 毛也并没有把事情完全做绝, 还是刻意为自己预留了转环的余地, 答应前方何时电照便何时来。 毛泽东在这里是顾忌重施, 他看出周恩来的胆怯不是主持大局的帅才。 他的如意算盘是用不了多久, 自己就会被重新请回军中来收拾残局, 就像当年红四军九大使一样。 因为在自势甚高的毛看来, 红军是他一人创建的, 离开了他, 谁也指挥不了。 然而, 毛未曾料到的是, 此举几乎筑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 他由此被完全排除在处理军机大事之外, 无人理睬, 整整坐了两年的冷板凳。 而妨碍毛仲反军中的最大障碍便是周恩来。 宁都会议后, 周恩来的日子也不好过, 承受着内外加工的双重压力。 在外部, 国民党调集了四十万大军, 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骨干, 分左、中、右三路, 对江西中央根据地实行奋进合击, 大军压境。 一场兵力悬殊的大战已经迫在眉睫。 偏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宁都会议又决定临阵换江, 毛泽东也不愿留在前方做帮手。 于是周恩来只好硬住头皮, 临危受命, 独立承担起前方作战指挥的重任, 心理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 但求人不如求己。 为此, 他和当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成, 只好用只有自己干来互相勉励, 在内部宁都会议引发的党内斗争的余波位移。 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 对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不偏不倚, 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很不满意, 集体向临时中央告他的状, 指控他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 集中火力反对以消极等待为中心的右倾主要危险, 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 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 更厉害的是, 苏区中央局认为周恩来这次又救病复发, 在斗争中是调和的, 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 指出, 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 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 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这种批评火力之猛, 间接牢底, 仅次于皮毛, 显然是要给刚上任的周氏一个下马威, 从而把前方作战的决定权掌握在后方手里。 周恩来当然明白这一点, 在随后的作战指挥中, 十分注意向后方请示报告, 军机大事尽量征得他们的同意。 不过, 为了洗刷所谓重犯调和主义错误的指控, 他还是站出来为自己辩白。 他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表示, 我承认在会议中, 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 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的不足, 另外却指证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但因此认为为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 是调和, 是模糊了斗争战线, 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在电报中并解释了, 之所以挽留毛泽东在前方的原因, 泽东几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 他的兴趣意在主持战争, 如到后方, 加以他神经衰弱地做不出什么事, 甚至会走向消极, 如在前方, 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 对战争有帮助, 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开展而更彻底转变。 当然, 周也明确表示, 毛在前方的角色只能是做他的助理, 因为实际上, 泽东单流主持战争, 在政治上, 在对行动方针的认识上, 却亦发生错误, 而不能得到保障, 周恩来的身边, 终于在中共临时中央那里讨回了公道。 临时中央在副电中表示, 恩来同志在会议的立场是正确的, 一部分同志则被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临时中央做这样的表态, 当然不是在故意偏袒周氏, 而是出于大局的考虑。 本来, 宁都会议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 临阵换将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 如果再让周恩来背着重犯调和主义错误的思想包袱去主持作战, 那就真无异于不战自败了。 周恩来虽然在中共临时中央那里打赢了这场官司, 但他深知自己也因此被推上背水一战的境地, 第四次反围剿一翼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如果一旦作战失利, 其严重后果, 不论于公于私都是不言而喻的。 周氏本来就是一个临时而去, 坐视一丝不苟的人。 这次他在主持战事中更是兢兢业业, 势必攻亲, 一直坐镇在前方指挥所中, 不分昼夜处理军机, 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黄天不负苦心仁。 1933年2, 三月间, 在指挥红军强攻南风不成后, 周恩来与朱德临机应变, 采纳林彪的建议, 改强袭为阳攻, 用大兵团伏击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 接连在黄皮和草台纲打了两个大胜仗, 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 值得一提的是, 与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相比, 第四次反围剿打得更加漂亮。 因为前三次只是歼灭了国民党的杂牌军, 而这次则是围歼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并创造了以往红军从未使用过的大兵团伏击战法。 对此, 蒋介石身为傲丧, 称, 此次挫败, 惨期异常, 十有生以来唯一致隐痛, 就连原先准备在一旁等着看笑话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国民党发动围剿以来败的最惨的一次。 这一胜利, 使周恩来如释重负, 一扫心中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郁闷之气, 而且也令他在红军中的声名大振, 一时间在大会上做胜利报告, 接受红星讲章, 风头甚见。 相行之下, 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毛泽东则黯然失色, 备受冷落。 毛此刻内心的不平之气可想而知。 更令毛我火的是, 第四次反围剿的大圣不仅使他迅速东山再起的希望成为炮影, 而且长期以来在红军中所形成的地位面临着周恩来的挑战。 周不仅已在名义上取代了毛, 成为红一方面军, 乃至整个红军的总政委, 而且凭借以往在军中的广泛人员迈关系, 加上新进的大圣, 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成为红军中心的政治中心。 而周恩来在政治上的迅顺屈从, 凡是总是委屈求权的态度, 又使得他成为在党内掌权的王明教条宗派刻意拉拢的对象。 这两股力量在政治上联手, 使毛的付出更加渺茫。 在毛泽东看来,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帮衬, 吃莫斯科洋面包的王明教条宗派, 甚至连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 尽管他们气势汹汹, 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处处拿国际路线压人, 但他们在党内缺少根基, 并不是自己的对手。 而周恩来则不然, 在党内颇有人望, 在军中也有深厚的根基, 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 再加上周为人圆滑, 善于在党内斗争中左右逢源, 从来不会站在失败者一边。 而且正是由于周在政治上随风倒, 甘心为洋房子先生抬轿子, 卖力打天下, 那帮人才得以在党内军中立足, 令毛翔很快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更让毛泽东不能原谅的是, 这时周恩来对他的态度是有了明显的改变。 如果说, 周到江西中央根据地支出, 对毛还是敬而远之的话, 那么当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后, 对毛派势力大兴问罪之师, 以反罗明路线, 都邓小平, 毛泽谭, 谢维俊, 古伯来肃清毛在党内军中的影响时, 善于转向的周, 就开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划清界限, 保持距离, 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 曾向周恩来表示, 前方如有急需, 可来新报, 我急前去。 但是周后来却一直位于理睬, 把毛晾在一边, 而一头倒向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 王明教条宗派一边, 为他们跑腿办事, 支应局面。 这一点是毛始终不能宽恕的, 同时也是周本人后来自觉愧疚的地方。 40年后,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令下, 在中央披临整风汇报会上, 当着各地党, 正, 均负责人的面, 以蒋党内路线斗争为名, 再一次隶属, 他在历史上反毛的错误, 其中, 把宁都会议列为他本人犯路线错误中, 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承认当时执行王明路线, 在组织上, 尤其是在军事上出大力的, 要算是我, 对此感到痛心疾首, 说他自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上席球交过一次, 现在反省起来, 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 我真无地自容, 周恩来把自己之所以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 陷得很深的原因, 上纲上线, 最后归结为个人思想没有得到改造, 撕心杂念作祟的缘故, 说自己当时怕掉乌纱帽, 所以有私不同意见也不敢提, 到了宁都会议长军权, 那就不是怕掉乌纱帽, 而是抢人乌纱帽的资产阶级, 个人私心膨胀了, 周恩来在做这番报告时, 内心的愧疚之情一于言表, 当时, 他刚刚被查出得了膀胱癌, 正亟待治疗, 但为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 写出这篇发言, 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闭门反省, 把当年的历史老账更新翻腾出来, 一笔一笔的清算, 最后写的脚都肿了起来, 连鞋都穿不进去了, 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的这种苛代, 乃至建国以后种种祸国殃民的胡作非为, 总是默默忍受屈从退让, 不敢出一句恶声, 究其历史原因, 不能不说与他在宁都会议上欠了毛的账, 内心一直身自愧疚有关, 这实在是毛周关系中的关节, 这也是本书不惜笔墨交代 您都会议来龙去脉的原因所在。